第一位,是被人称之为兵先的韩信。关于韩信用兵有句名言,韩信点兵,多多益善。在历史的长河中,韩信是公认的具有高超统兵能力的将领,后世有人评价,言兵没过孙武,用兵没过韩信,说韩信是兵先,一点都不夸张。 第二位,是被人称之为医先的华佗,方药、针灸、手术、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,在华佗那,可谓是样样精通,包括流传甚广的五亲戏、麻药,也都是他先发明的。现在很多医院或诊所里,都会挂有病人送给医生的锦旗,多写,妙手回春,华佗在世,可见华佗的医术有多高明。 第三位,是被人称之为茶仙的卢同。诗人大多知道茶圣卢语,却少有人知道茶仙卢同,诚然,卢同的名号是梅卢语响亮,但卢同在茶上下的功夫,以及所获成就,不比卢语差。 他所做的茶谱,七碗茶歌,流传很广,七碗茶歌在日本,还被演变为了茶道。 第四位,是被人称之为酒仙的流伶。流伶是未禁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,但他爱喝酒的习惯,可谓是史上之罪,曾经他老婆劝他借酒,一气之下把酒瓶都给他摔了。流伶没办法,就说,好,好,借酒。 不过,我管不住自己,得请神来帮忙。他妻子听后,以为他确实是想戒酒,于是准备好酒肉,放于祭桌之上,让他祈祷祭拜。 谁知他跪下来后,竟说,天生我流灵,酒是我的命,依此喝一壶,五斗消酒病。 父人之言辞,千万不能听,第五位,是被人称之为师仙的李白。李白的名号,想必不用多说,大家都有耳闻,在做事这件事上,李白的才气,堪称古今第一人,一句仰天大笑。 出门去,我被启示彭豪人,多么的豪气冲天,称他为师仙,一点都不过分,不过,要说到被称为仙最多的时代,不是上古时期,也不是神话当中,应该当属现代。不信你看,大街小巷,多么多的小仙女。